接到实施敌后渗透侦查任务指令 散枪分队迅速向陌生地域引逼开进 抵达登机地点 特战队员整理散具快速登机 机舱内投放员给特战队员做离机前的最后一次安全检查 夜色中武装直升机规避敌雷达阵地飞抵任务区域 随着离机信号响起 特战队员相继跃出舱人 夜间跳伞视野受限 如何躲避空中护撞和精准掌握着陆时机 对特战队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再加上夜间气温骤降 队员们操作降落伞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在冬季夜晚气温低于零下的条件下 让队员在800米高空操纵降落伞 很容易冻僵 操纵难度也更大 训练中 这个旅还针对特战小队夜战进行探索研究 针对难点弱项寻找突破口 将常态化训练对接未来特战要求 提升特战小队的全天候作战能力